机器呢我们随机配送了这个六个小的空瓶 这个瓶上面我们已经打好了两个洞 然后一个放墨水的拖 如果说你买的UV瓶是很大的 这样放进去放不下去六个的话 那么你就把UV墨水直接倒在小瓶里面用 如果说你买的是250毫升小瓶的 这个盒子就可以直接放六个小瓶 在机器的这一边 就是有这个循环水泵的这一边 有这样两个螺钉 收到的时候这两个螺钉是拧紧的 你就把这两个螺钉松开一点 不要全部拧下来 松开一点点 然后在这个放墨水的这个盒子上面 有一个这种形状的 是两个洞 两个这种形状 你就可以把它挂上去 然后呢 把这两个螺钉拧紧紧 这个连供管道上面 我们都贴有一个标签 这一个叫Y Y就是黄颜色 K黑颜色 W白颜色 W白颜色 M阳红 C青色 然后你就把墨水往里面灌 灌了之后呢 就根据颜色 往这个洞里面插管道 下面讲一下如何安装连供墨水 首先我们收到这个管子呢 它上面是有那个色彩标签的 然后呢 瓶子呢 我们都装满了墨水 然后这个头子呢 它是垂直的 垂直口的 这样如果垂直插下去的时候呢 有可能插到 把下面这个口堵住了 我们建议呢 这样啊 把它剪一个斜角 就这样啊 把每一个都剪成斜角 那么这样 它插到瓶子底的时候呢 它就不会把口堵住 把六个全部都剪成这个样子 我们根据这个颜色 按迅速 把它插到瓶子 尽量插到底部 这样呢 就是按颜色把它都插进去 如果说这个管子 这个开口小了 可以呢 拉一下 这个管子一拉就可以张开一点 这样插好以后呢 我们看到这个是肺墨瓶 这个就是装满水 装肺墨的 平时如果看到肺墨瓶快满了 就要注意把它倒掉 打开 我们送了一个针筒和软管 我们把这个软管套到这里面去 这个时候 这个喷头在正常开机停止的状态下 然后我们就抽 因为它是黑颜色的我们看不到 我们就抽 不停的抽 在抽的过程中呢 其实墨水它是往往上走的 顺着管道走 一直走到墨狼 走到喷头 走到墨泵 最后留到这个肺墨管 抽到 你手一放 这个不往前跑 然后把它拔下来 然后把它拔下来 把空气推掉 再套上去 再抽 保持一会儿啊 看到这个针筒 看到这个针筒不会往前跑了 再拔下来 再抽 大概要抽四五次 就可以把墨水一直抽到针筒里面来 看到没 这个墨水就已经抽到针筒里面 那么这个墨水从哪里来呢 是从这个瓶子 通过管道吸到这里来的 然后把这个拔出来以后 把这一头放进 被墨瓶盖好